大家好 我們一樣繼續來談 這個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一些基本觀念 一樣繼續用這個動物教生大賽 這個例子來談 我們這個單元要談的是屬性還有修飾值 一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兩隻貓咪 一個貓咪是這個 我的名字叫咪咪 然後沒有取名字的是 我的名字叫吳明 喵 這個東西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先談存取修飾值好了 存取修飾值其實在前幾個單元都已經有談到了 主要包含有public跟private public是他所修制的類別成員 可以允許讓其他類別來進行存取 那private的話是表示它只能 就只允許同一個類別裡面的成員互相做存取 其他的類別沒有辦法來進行儲存 那通常我們欄位都設成public 那屬性的話通常都設成public 那欄位大家已經知道了 它就是一個變數 類別裡面的一個變數 那屬性的話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那我們在這邊通常會有一個約定成熟 這也是cshop裡面這個社群 這個約定成熟的一個習慣 那就是欄位呢變數呢通常它的字首通常是小寫 變數的字首是小寫 或者是呢在前面加上一個底線 有的人習慣用小寫 有的人習慣呢在這個前面加一個底線 那屬性呢一般來講它的字首是大寫的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實際的例子 好那在寫屬性的時候呢會用到兩個關鍵字 一個是get一個是set 那get呢我們這個很明顯就是說它是什麼 它是取得嘛是取得 那這個呢這個get呢它這一個我們叫get存取去呢 它會返回跟宣告的屬性相同的資料形態 所以呢它是怎麼樣它去調用 不要用什麼去拿到這個內部欄位裡面的值 那set呢是從外部把值呢存到欄位裡面去 那可是呢它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這個參數 設定參數 所以它有一個 但是它呢有一個隱性的參數 只用value 用value 那這個一樣我們會用leaf來看 好這個是我們前一個單元寫出來 這個cat它的這個一個類別 那現在呢我們把它改成這個右邊的 把它改成右邊的 那這兩個呢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我們呢在這邊呢有一個這個 這個short的這個屬性 這個我們稱之為attribute attribute是屬性 那記得這個上面呢就是有一個大寫的這個short number 那我在這邊有一個欄位 叫short number 那我們其實只是把這個short呢 這一個呢它本來是有參數的 就是你要叫幾聲 你是從這個外部直接傳進來 直接從外部傳進來 ok 那現在呢我希望說把這個叫 它要叫幾聲呢也單純是我一個欄位 來給它一個值來存 然後呢這個屬性呢可以 透過這個屬性呢它的get呢可以 return 就是我這個short number 可以來取得我這樣的一個這個short number的這個欄位 然後如果我說呢你有一個值 你要從外部呢把值存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set這樣的存取去 那這個set的話呢 這個括號之後呢有一個這個value 這個value是一個關鍵字 它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外部的那個值存進來 好 那等一下的話呢我們都可以用例子來加以說明 好 這個欄位呢基本上 我們來看一下欄位跟屬性的這個一些異同之處 欄位基本上是儲存類別呢 要滿足其社區要求所需要的資料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呢是類別相關的 跟類別相關的一些變數 那麼屬性特別注意一下 屬性呢它並不是這個變數 而是它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一對方法 就是屬性呢你可以有單純只有set 也可以直接單純有get 或者是set跟get都有 然後呢基本上呢你再去 就是說這個方法很特殊 就是說你在使用它的時候 它看起來就是針對某一個欄位 再進行一個存取的動作 對某一個欄位再進行一個存取的動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使用這個屬性呢 基本上呢它是為了增加欄位的安全性 還有所謂的呢做一些存取的限制 好比方說我們呢再把我這個cat呢 做一個基本的一個修改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attribute 這個屬性呢 shout number 它是用來對付存取這個 shout number這個欄位 那這個欄位的話你看第一個 字首我們是小寫 那屬性的話呢 我們這個字首是大寫 ok 然後get呢 就是當你使用get的時候呢 它是return 直接把這一個欄位的值把它return出來 那如果你是set的話呢 我可以在這邊判斷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給它的這個值呢 大於10的話 我就把它設定為10 那如果沒有大於10的話 我就是看外面設多少 我們就這個給它多少 ok 然後呢 在存取限制上呢 比方說我們呢 有一個這個attribute呢 就是屬性呢 它叫做name 用來存取我這一個欄位 小寫的這個name 那這邊呢 我沒有set 只有get 沒有set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不能再去修改我的名字了 我的名字呢 是一出生出來之後 然後我給了它之後呢 我就不能再修改了 ok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說你如果不能從外界來改它名字的話呢 你就可以單純的用這個attribute 然後呢 是做一個存取的限制 比方說你沒有set 你就是只有get的話 就只能讀 只能要資料 不能存資料進去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來看這樣的一個範例 好 我們先看這個範例的執行結果好了 好 假如說呢 我這個咪咪 ok 是喵 然後大肥貓 好 一樣叫五次 海地叫五次 然後我這邊呢 假設我是100 ok 它就叫100聲 那這個呢 是我們沒有做任何的這個叫聲的一個限制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程式碼 在這個cat裡面呢 它有兩個建構子 它這裡有一個attribute 這個attribute呢 是什麼樣呢 你可以去讀這個欄位 這個欄位 這個shout number 然後去get 然後去set get的話就是return set的話就是把它弄進去 好 那在實際的使用上呢 我們看一下 就是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生出一隻貓 然後呢 它的名字叫咪咪 然後 在這邊的話 各位看一下喔 如果它是空的 就是 這個是呢 text的shout number 如果這個text的shout number呢 如果是空集合的話 我就把我的 我就把0存進來 就是說 就是說 我 不叫任何聲音 OK 然後呢 如果這個else的話 就是說 裡面如果有東西的話 我就是去把它轉成整數 然後呢 怎麼樣 透過這個attribute 這是一個attribute的喔 然後把它存進去 好 那這兩個呢 你會覺得說 老師那怎麼沒有看到set跟get 這裡不是有set跟get嗎 好 那我們來執行一次 你就知道它的運作是什麼 好 我們在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然後 好 這在這裡呢 我比方說 打一個4 然後按明明 各位看一下 就是 當這個東西呢 因為它不是空的嘛 所以它就會跳到這裡來 然後我們按F11 F11呢 各位看一下 它雖然不是呼叫韓式 對不對 來 注意看喔 這邊 因為跟之前的不一樣 看起來好像是說 我對某一個欄會進行存取 它並不是呼叫一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韓式 可是呢 它事實上 看起來就像在執行一個韓式一樣 它會跳到這邊來 那 這個是不是就一個set 好 那我們看這個value是多少 好 剛剛呢 剛剛我們是輸入4 好 所以它轉出來應該是4 所以value呢 就是4 OK 所以value就是你 事實上就是什麼 你右邊的 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 為什麼它是呼叫set 因為我要把 這邊的 右邊的值呢 存到裡面來 好 所以它是呼叫set 好 它是呼叫set 好 所以這時候呢 這一個 嗯 讀完之後呢 這個shall number呢 就變成4了 然後 你去 show的時候 當然它就是叫出4聲來 OK 好 那如果說它是 空的話 一樣 這個一樣 這個一樣 就tashall number 好 來我們按F11 對不起 再來一次 在這邊的話 它可能就不讓我們跳進去了 那事實上它其實是 執行這一個地方 它執行的是這一個 然後把0 把0存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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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value就是0 所以呢 執行的結果呢 它就是沒有叫任何聲音 我的名字叫咪咪 它沒有叫這個喵 這樣的東西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我在這邊呢 比方說 我在這邊加一行 這一行呢 是比方說我先付一個x 這個x呢 那是cat 變小number 那我們看看這樣的話它出教是什麼東西 好 那到這一行的時候呢 我們按 它不讓我進去 跳不進去 可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小number呢 事實上 catch小number呢 就是5 看起來它不讓我 跳進去啊 它只有在這個地方 有讓我跳進去 這一個cat這邊 按了 現在按了fc 它沒有辦法跳進去 事實上它就是return 如果說 如果說呢 這個 你的屬性呢 是在右邊 在右邊 那在右邊是不是要把這個值呢 存到這裡來 所以呢 你必須要怎麼樣 這個就會return一個值 return什麼 return這裡面的這個單位 小number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 所以我們剛剛存進去的5 對不對 這裡5的話 那我在前面呢 我前面呢 已經把這個 這裡 好 我在這裡呢 已經把5呢 已經存到這個cat小number裡面去了 那現在呢 我有把這個 這個5這個值呢 拿出來 拿出來存到x 所以呢 我們的x呢 就會得到15 ok 好 那簡單的 先 看到這裡 這個刪掉 好 這個是 跟你介紹一下存取 那 我們再看 接下來要看這個 我這邊編號的6-4-2 那這邊的話呢 我可以透過 撰寫這個attribute呢 然後去限制這個小number的上限 好 比方說 超過100的話 我就把它限制在10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假設 現在呢 這裡是 出100 那它最多只會到10 ok 那如果你沒有超過100 比方說 沒有超過10的話 比方說5 它就叫5升 ok 那 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呢 我們就可以 一樣來debug 看一下 好 好 這個小number 然後 按F11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傳進來的Value是多少 好 Value是5 ok 所以呢 它就會把這個Value呢 剛剛 這一個 這個5呢 把它傳到 傳到我這個 這隻貓裡面的小number 小寫的小number 裡面的這個 就是它的資料欄位裡面去 好 所以 我再去叫它 這個 它就會叫5升 ok 那所以 剛剛有講說 這個東西呢 就是 你可以透過這種 屬性 透過這個屬性呢 然後呢 去做這個欄位的限制 如果你只是對欄位做自動存取的話 你就比較麻煩 那可能這一段空你就要寫在外部 好 這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好 因為你到底能夠叫幾升 其實是這個類別 好 本身應該去限制 比方說這個貓就是只能 最多就只能叫10升 你不應該把這個code寫在 這個類別的外面 好 那最後呢 比方說我們看一下 這個name 好 這個name 好 它只有get 所以它不能set 好 那 比方說呢 我們 我要對它做一個改名的動作 所以如果 我這裡寫成 咪咪 好 各位想想看 這個應該是什麼樣 因為咪咪要把它弄進去嘛 所以這屬於set 可是呢 cat裡面是不是沒有set可以用 好 沒有set可以用 所以呢 它這裡就出現了錯誤 好 所以它就說什麼呢 這個name呢 它不能被assign 因為它是read only 因為它只有get 沒有set 好 那 可是 那我們如果要取它的名字呢 比方說 這個 twin name 好 等於cat.name 那這樣這是ok的 這是ok的 因為它可以 把它的這個 這隻貓的名字 把它讀出來 好 存到這個name裡面去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好 好 那 接下來看這個name的變化 name現在是No 對不對 它是空的 好 好 好 這個 因為cat.name呢 它就會去取 這一隻貓 裡面那個name 那個欄位 所以取出來呢 就是知道就是它咪咪 所以這個 變數呢 就會變成咪咪 ok 所以 你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去設定它的存取 設定它的存取 設定它的存取